28岁名媛蔡天凤于今年2月惨遭杀害 前夫一家四口全部涉案 女儿遇害后 蔡天凤的妈妈吴姐备受关注 由于她有玩社交网的习惯 网友很快就顺藤摸瓜发现其个人信息 为了保护家人 吴姐一度清空社交网所有视频 过去几个月不再更新任何信息 专心照顾蔡天凤的子女以及筹备丧礼 直到蔡天凤入土为安 吴姐才重新拿起手机 在个人社交网账号发布一段长达5分钟的视频 公开女儿丧礼的细节 吴姐撰文感谢各方长辈 详亲好友们送别女儿 同时还直言与女儿的离去 这种血肉之痛永刻在她的心中没有终止 此次 吴姐公开了灵堂内的真实情况 其中四个子女送别母亲的场景令人鼻酸 送别蔡天凤时 最亲密的家人轮流给她上香 父亲 母亲 婆婆 公共 丈夫克里斯 其中吴姐站在女儿遇照面前许久 画面令人动容 也希望